请问梁龙 你具体的说出一个 摇滚圈里你最烦谁 在我们神州大地上 伟大的号称敢称为 摇滚天团的五月天 真不好听 真不好听 而且我也不知道在唱什么 梁龙这段极具火腰味的对话 一度使双方粉丝争论不休 2005年的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 受邀参加的 有摇滚圈领军人物汪峰 徐薇等 他们的作品极具摇滚特色 但此次的获奖者却不是他们 而是取风颇受争议的五月天 在摇滚圈看来 五月天的作品一点也不摇滚 甚至有知名乐评人 还称此次连底为中国摇滚界的耻辱 在大众眼中 能真正地称之为摇滚的 是汪峰 郑军和Bion的音乐 虽说五月天出道时 走的就是摇滚设定 但是他们所呈现的作品 与刻在大家脑海中的摇滚形象 截然不同 那么摇滚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或许答案千篇一律的都是 动感 激烈 热血 反叛等等 但五月天主唱阿信曾说 如果摇滚是对这个世界的制度的颠覆 那么五月天就是对这个颠覆的再颠覆 五月天的曲风偏抒情似娓娓道来 而与大众所期待的激昂释放 背倒而驰 早在2002年 他们所出的摇滚本事 在大家看来就是伪摇滚而已 为此他备受质疑 如果说五月天不是摇滚 那五月天是什么 是青春 一群有热情 有理想的少年 在舞台上高歌 在台下嬉笑打闹 好像就是青春的代名词 满满的洋溢着朝气 与岁月融为一体 这样看来 比起摇滚乐团 他们更像是如今的爱豆组合 刘海比生命重要的阿信 踏实稳重的石头 收声一般的惯诱 高智商的怪兽 文笔西宁的玛莎 这样的组合就是耀眼的存在 虽说众人都质疑五月天尾摇滚 但从未有人质疑 他们是真的天团 其实在周杰伦众多的粉丝中 五月天也赫然在列 2004年 五月天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 阿信与歌迷互动 拿起吉他 弹了一小部分前奏 向歌迷卖关子问道 你们猜我接下来要唱什么歌 这可难不住五迷们 多么熟悉的前奏 大家一口同声说到温柔 可阿信出其不意地 唱了周董的开不了口 让歌迷们错额不已 此后五月天 总归借周董来搞事情 歌迷们也习惯了在演唱会 经常唱起周董的歌 甚至还能自如地接歌 这不禁让阿信脸上挂不住 甚至他耿直地喊话歌迷 没关系 你们今天想要退票的话都可以 那个出口呢 在你们的右后方跟左后方都有个出口 出去的时候呢 门票记得交还给工作人员 好吗 然后跟他说 我买成五月天的了 本来要买周杰伦 虽说会有些失落 但周董也是他们的偶像 只要周杰伦做个五月天的演唱会 歌迷们一样会用最高的尖叫声和掌声 欢迎他的到来 对此周董高兴地说到 这仿佛像是自己的演唱会 周董还不忘砸一下五月天的场 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 我小时候是听五月天的歌长大 逗得现场哈哈大笑 效果满满 两人更是当场成立了周五组合 合唱了一首双结棍 周杰伦把双结棍甩得虎虎声威 阿信只能拿着它当摆设 后来周五组合还合作了单曲说好不哭 真是给粉丝们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如果说五月天与周董之间是深情厚意的话 那么五月天的成员之间可以说是情同手足 放眼娱乐圈 这些年的组合不断地成立 又陆续地分崩离析 唯独五月天成立至今二十多年 还未解散 他们是如何坚持了二十余年之久 或许保持初心是最佳的答案 1998年五月天加入滚尸 李宗盛将他们交给了爆火的人仙棋 在人仙棋的光芒下 五月天就是黯然失色的配角 大家起初的态度并不友好 也并不理解为什么人仙棋 要用这样不知名的小乐队 而人仙棋却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 五月天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存在 他们挣钱不是为了吃喝玩乐 他们会将挣来的钱评分 然后存起来 可以买更好的乐器 就是这份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 不仅深深地打动了人仙棋 也打动了很多质疑他们的人 而这一点 在阿信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这些年 阿信收获了不少粉丝 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高人气 就一望抽筋 迷失自己 而是一如既往地 坚持做音乐 拿作品说话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阿信挣的钱也越来越多 但是 他并没有去买什么豪车 名牌 而是一直保持自己最初的状态 主碗泡面加个蛋 也能自得其乐 难怪 刘儿英曾感慨说 我最佩服五月天的 是他们作为平凡人的能力 身处高位不忘形 身处低位懂折服 铭记初心的美好 才有披心斩棘的勇气 或许这就是五月天吹不散的原因